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昨晚下午在北京閉幕 以高票通過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 國新辦今天早上在北京召開記者會 講解人大的決定 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 應用今次對香港凍微創手術 手術後香港機體會恢復健康 據民會安居樂業 記者會上有張曉明港澳辦副主任鄧忠華 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出席 張曉明說 草案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事務的高度重視 亦有助修補香港法律的漏洞 他指出因應香港的情況必須芒陽保留 由制度上去防範可能出現的風險 人大的決定有利於香港選舉制度 循序漸進地發展 他批評民主派議員濫用議事規則 而愛國者治港乃天經地義 訪問 市民眾多外交 市民總裁 平安 休止 不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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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幸